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64期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记得分享传承系列 Voyage Class Animate Universe Atomus Prime 来自于变形金刚零八动画片里头的OP 它是一款Voyage Class的玩具 从侧面来看的话 这个画风跟当年的零八动画片比起来 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当年的玩具风格可能会更加的Q版一点点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看到 它的玩具基本的变形不错 25个然后40周年 有趣的是这边这个合绘 40周年的合绘 你看到没有中间是以这一款OP 作为C位的位置 后面有一些风刃 大黄蜂 还有这个家伙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人物 之后的话应该都会陆续推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的本体好了 它的身形的话呢 很壮哦 但是跟零八动画片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零八动画片的这个玩具的话 或者是动画片的话 其实会更加夸张一点 不过这一款的话 还是有保持基本的一个比例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偷胶部分 基本上不多 只有手臂的后方 还有这个地方 一点点这个这个这个偷胶 完全是可以容忍的范围了 而且我看到它的一个手这个地方 你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 我就想到说 哇不是吧 你是官方良心发现的吗 这个像是一个补充部件一样的东西啊 那后方的这个顶事灯的这个部分呢 是要在盒子拿出来之后 另外装上去的 虽然说明书上面提到说 斧头可以背在后面啊 但是呢 我感觉吧 卡的角度必须非常的刁钻 这样子能够卡得紧 那斧头的话 当然也可以拿在手上 拿在手上的话呢 你可以以短的方式就这样子握住 是没有问题的 你也可以把它给做一个拉长 拉得更长之后呢 就可以用一个双手持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一些细节啊 头部的话呢 这个面条做的真心好看 眼睛的话呢 也是MP10的水蓝色啊 那手臂的话呢 可以平举360度的转动啊 比较紧实啊 虽然没有球形关节 但是这个关节紧实度是非常好的 二头肌转动的时候呢 转到上面这里 手肘的话呢 由于参与到变形 所以它可以弯超过于90度 拳头呢 也是可以转动的 摇身可以转动脚前 啊 后踢啊 侧踢的话呢 啊 大概踢到这么多 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啊 超过于90度 那脚踝的接地也是有的 不过呢 这款玩具呢 它的这里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打锚钉 有时候转得太过火的话呢 是有时候会会掉剑的啊 这个跟各位稍微提一下了啊 那玩具本身的身形的话呢 非常的彪悍 非常的强壮 我自己的话是还蛮喜欢的啊 这款玩具其实我还没有拿到它之前呢 啊 我就在前几天在台北的这个 在旅行旅途的过程中呢 就从朋友的手上呢 已经先行体会过了啊 变形的话呢 也是非常有趣的 甚至我觉得呢 这也是一款啊 非常适合拿来跟你的朋友呢 推荐变形金刚的一个玩具 首先的话呢 这个变形过程呢 先把拳头给收进去 从这地方掰开 然后直接这样推进去 你会发现 拳头的形状呢 跟这个缺口的形状是有一致的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背后啊 给打开 前方这里也给打开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动作 其实它的头不动 然后把整个身体的上半部 给往上面移上来啊 进行一个包覆 就这样子 把它给往上面抬上来 抬上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先往到侧边去 你就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先把它给组合起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呢 先推到一旁去 你把它转动一个方向 你就知道了啊 来这个地方 这个变形的话呢 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你应该会看不太懂 我们把这个手臂 做一个前后的翻转 然后呢 这里的这个 原本手臂平举的这个关节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突跟 然后把它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扣进去 好 然后呢 这两个轮胎呢 自然而然就在下垂 到这边 你会发现 头其实一直没有动的 后面这个盖板呢 就可以移到前面来 但是呢 我们要先扣前面 因为呢 前面这个 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要插进去这两个 这个 这个缝的话呢 一定要卡进去啊 是绝对要先卡进去的 如果你没有扣进去的话呢 后面的车头的话呢 密合起来 将会有一个困难啊 这边 两侧都扣进去 后面这个部件呢 再推过来 由上往下 给卡进去啊 这样一来 车头的密合度呢 是会比较好的 再来我们针对这个地方 旋转180度 下面腰身就不转了啊 不转了 这个地方 推上来之后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 图跟好的一个结合 但这里要推的 比较上来一点 卡进去 好卡进去了啊 再来我们就把腿部呢 做一个变形 腿部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 可以分开 我们掐着这一块 掐着这一块 把它往外面掰出来 掰出来之后的话呢 把整个部件给打直 再把这边往前面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两个凸 对这两个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直接卡进去就好了 因为它的侧边这里 有一个蓝色的凸 对脚的侧边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这边 然后上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 也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对应侧也是一样的啊 先把这个地方推开 然后捏着这一块 捏着这一块 把它给掰出来 有点紧了 有点紧 整个推出来 这里的话呢 这边 你可以先扣 也可以先不扣 我的话呢 是最后再做密合就好了 你就记得 这个玩具就掰到这边为止 好了 那最后就是一些简单的密合了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开始 进行无脑的密合了 这个两侧 这里扣上去 官方的玩具就是这里好玩啊 就是容错率就是很高 这边 毕竟是玩具嘛 对吧 好 两侧都扣进去 前面都捏进去 捏进去 然后上方这里把它扣起来 那这里记得啊 不要让它爆开 OK 那么这一款 零八动画宇宙 Animate Universe的 Vodiculous Artemis Prime呢 就完成了 它的变形了啊 还是蛮流畅的了 挺好玩的 而且卡钩都是非常明确的 那这个滚动性的话呢 各位也应该见识到了啊 还不赖 非常非常的不赖 那我们看一下 毫无疑问了啊 这个地方是绝对是烂尾了啊 两个脚掌的话呢 是放在这里 那车头的样子还是有点可爱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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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再确认一下 确实了 我没有变错 因为这个地方 凹进去这一块啊 这个动画片里头好像 是不是应该一个斜角会更好看 是不是 那没关系啦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武器的话呢 缩短 它的一个 一个一个展示的 好像是扣在这里 不管了 反正这个武器背在后面 也就 也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那整个玩具的质感的话呢 还不错啊 塑胶 当然你要跟08动画比是没法比的啊 但是以现在的玩具来说 这个厚实度也算可以 变形也乐趣也是一有啊 就很快速的可以完成一个变形 载具的形态呢 也挺可爱的啊 有一个外星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模样 人形也是很漂亮啊 各方面来讲是蛮均衡的玩具 在这一部的V机里头 这一款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 而结果是OP嘛 那这一集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